好我請教異善 今年有很多戰場 那國民黨想要爭取正統的戰場 主要兩個主角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所以他們兩個世紀同框 外界會關心好奇 究竟會如何發展 然後我的觀察是 還有一個戰場主戰場在40歲以下 所以剛剛創下才會分析 賴清德現在要搶攻YT搶攻年輕市場 那柯文哲最鐵盤的 其實支持者也集中在40歲以下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個戰場 然後呢這一回合 因為假設最後所謂非綠的聯盟會整合的話 那他仍然很容易走到一個代理戰爭的對決 就是再走到清美日的路線 那另外整合出來的是 相對親中的國際跟國家路線 可是假設他們不能整合的話 假設還真的是四個選項 那個真的很像蜘蛛餐喔 Buffet給觀眾朋友挑 好啊你就又想吃海鮮又想吃蛋糕 又覺得牛肉也不錯 又覺得小菜也可以來一點 所以呢就會有各自完全不同的鐵粉 有不同的鐵支持者 對我先延續那個民調的那個部分 尤其柯文哲在40歲以下 其實他原本大幅領先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記得有兩個戰場 最近有兩個柯文哲的兩個戰場 一個是福茂 福茂其實帶出的叫狗說啦 就是他罵人家是狗 第二個戰場就是最近北流 不過這個民調可能北流的事件還沒有辦法發酵 主要是在福茂跟狗 那福茂跟狗可以影響到可以明顯就已經影響到了嘛 40歲30到40歲 所謂太陽花世代 他們這個大幅領先的優勢已經跑到賴清德這邊去了 另外有一個值得觀察的 非常有趣就是 因為在沒有打出來就是 所謂女性支持者 因為女性支持者 柯文哲因為罵人家是狗 或者是最近罵他們太監啦 皇帝啦 死犀太后 這種種種污辱人的語言 其實男性可能比較不在乎 但是對於女性而言 他就是一種me too 但是有種性騷 所以這樣的一個me too跟性騷的這些言論 其實引發了很多女性的不滿 所以女性的選票在柯文哲非常有趣的是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候選人男女的比支持比例有差那麼大 我也觀察到柯文哲在大數據的那一個民調當中 他女性支持者的比例也特別差 是 就他男性支持的比例可能27% 女生可能17% 然後結果最後總平均可能是20出頭這樣 對在年代這邊差到10% 到Quick Stick也差到13% 是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以一個你20幾%的民調男女比例有差這麼多 表示柯文哲大部分支持者叫做宅男 你去看柯文哲的主要發言系統 清一色是女子軍團 而且呢就有網友覺得我是不是物化女性 不是 我是分析科團隊 就跟我們分析美軍怎麼作戰一樣 然後我們分析解放軍的海軍是不是能夠作戰 然後我們分析現在惡物的戰場 雙方現在攻防的是什麼樣的軍工武器 然後柯文哲很明顯是 你講不出他有重要的男性的左右手 像金小濤今天出來 每個人就聯想到馬英九啊對不對 柯文哲沒有 但柯文哲有一批女將 而且女將偏年輕 生理年齡現在已經洗到40歲以下 因為早先的女將是蔡壁魯 蔡壁魯的年紀比較高 他不是女將 我是女生 我是40多歲的台妹 我沒有物化女生 我是分析她現在的結構 好 然後呢 40歲以下的女生才能吸40歲以下的宅男粉啊 我上次都還跟李正浩討論過宅男粉這件事 李正浩還嘴說40歲以上不算妹 我沒有 都是宅男粉 所以現在喔 我沒有 如何要影響柯文哲的年輕盤 沒錯柯文哲其實旁邊有一堆什麼女性 所以很多的所謂的宅男支持 他不一定是喜歡柯文哲 他是喜歡看柯文哲旁邊那個不錯喔 那個發言人不錯啊 所以這個要更注意啊 所以以後男生如果要支持柯文哲 你就說你是不是喜歡哪一個發言人 所以拒絕他 所以這個可能會吸引大批的年輕選民 這個發言開玩笑 但是其實真正物化女性的是柯文哲 他其實用了這個戰略 去吸引了40歲以下男生的支持度嘛 所以是誰在物化女性 是柯文哲他本人在物化女性嘛 柯文哲宇宙觀裡面只有三種人 一個叫做皇帝就是他自己 一個叫做太監 一個或公女 一個叫做狗 別人的人叫做狗 他自己人就是公女跟太監 他自己是皇帝 結果這樣的東西 他引申到國際關係裡面更危險嗎 因為他說說你賴清德要進白宮 叫做外優嘛 他為什麼有這個概念 他覺得我們比美國小 其實外交關係都知道嘛 就是交朋友 朋友是平行的 根本沒有所謂的外優或組織的上下關係 但是柯文哲的 宇宙裡面沒有朋友這回事 他只有上下關係 所以他才會講出這種有溺於所謂外交關係 未來做總統 如果他繼續這樣的發言 會破壞掉台灣台美中日所有的關係的時候 這樣的人如果做總統 年輕人會仔細細慢慢解釋他的言論 因為柯文哲有一個現象就是他民調越高 他就容易失言 他的本性就露出來 他本性露出來 如果他又可以當選的情況下 人民民眾會用更嚴格的方式去檢驗你的言論 會覺得你不適合做台灣的總統 因為這會讓台灣帶入一個危險的境界